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 所以我这不好不太好就是看那个那里面大家的提问 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文艺群里少问一下 然后我看到就会回答 刚才有同学问是有同学问的一个问题说那个具体哪个范数才能表示像样的大小呢 是一范数还是无穷范数可能把大家搞晕了 咱们的范数你看我刚才给出了范数的一般的定义 咱们回到之前的size让大家看一下 咱们给出了范数的一般的定义形式就是这个 这个咱们可以看出我只要换一个p 我范数就变了 我除了一范数二范数无穷范数之外 我三范数四范数五范数其实都是有的 那么不同的范数我们怎么去界定大小呢 我们到底有哪一个范数呢 其实是根据具体的问题去定的 哪一个范数它好 它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就选择哪一个范数 它不像我们数值比较里面 具体一和二的大小 它们就是那么黑白非明的 这也许没有那么非明 就比如说我们之后会提到SVM算法里面 它可能为了约束它的参数 防止过拟合 它可能会后面加入一个范数 就是会加入一个那个约束项 约束项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参数的一个范数 对于我所有的参数 假设α是参数的话 所有参数的一个范数 我到底选哪一个范数呢 其实有人用一范数 也有人用二范数 也有人用 有人用零范数 也有人用一范数 也有人用二范数 不过就是目前来说 二范数它比较好 为什么好后面也会给大家解释 咱们先赖个关子 咱们接下来继续讲 这部分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 特殊类型的矩阵和项料 特殊类型的矩阵 这节课比较轻松一点 不像项链的节课 可能那么伤脑子 又是范数 又是现形空间 生成此空间 这节课相对来说 我们是比较轻松的 我们讲用哪些特殊类型的矩阵 就这些类型的 就是对角矩阵 数量矩阵 单位矩阵 上下三角形矩阵 对称矩阵和反对称矩阵 以及密等矩阵 密腰矩阵和密零矩阵 咱们先认识一下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就这样的一个矩阵 就是说我所有的对角位置的元素 它们全部都是零 全部都是有数值的 这些位置全部都是有数值的 而除了这些位置 它的其他位置都是没有元素的 那我这样的一个矩阵 就叫做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对于一个矩阵A来说 它是属于AIG 可以是就是N乘A的这么一个矩阵 它为对角矩阵 它就等价于AIG 它是等于零的 只要I它不等于G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这样一个矩阵 一零零零 写的反了 零零 然后这边写零 这边写零 这边我填三 这样一个矩阵 你可以看出 只有对角位置它的元素是非零的 那这样的一个矩阵 就叫做对角矩阵 我改一下 我把这个位置换成2 那是不是就不是对角矩阵了 因为它不满足咱这个要求 所以这个矩阵叫做 这样的矩阵 就是叫做只有 对称位置的 对角位置的矩阵 是对角位置的元素是非零的 这样的一个矩阵叫做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它有一些比较良好的性质 为什么提它呢 提它的原因是因为 在后面的解答里面 在后面咱们的算法里面 它们有一些比较良好的性质 咱们可以借用它这些良好的性质 去实现咱们的运算 咱们有好多矩阵 它们并不是对角矩阵 咱们可以把它想办法 想方设法 不遗余力的把它变成一个对角矩阵 然后帮助咱们的运算 它有哪些好的性质呢 你看 假设A假设这是一个矩阵 这是一个矩阵 咱知道矩阵和矩阵相同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对角矩阵和对角矩阵相同 就比较简单了 比较happy了 咱们只要把它们对应位置上的 对角的这些元素乘起来 就是得到最终的结果了 还有另外一个性质 如果A和B为同界对角矩阵 同界就是大小一样的 然后那A加减B A乘B B乘A K乘以A 均为对角矩阵 并且我们还满足一个比较happy的性质 就是A乘以B 它是等于B乘以A的 咱们知道矩阵运算是不满足交换率的 但是咱们对角矩阵的运算 它们就是满足咱们这个交换率的 对角矩阵 咱们刚才提到了 对角矩阵它是这么一个形式 就是如果我对角矩阵再特殊一点 所有对角 所有对角位置的矩 它的数都相等的话 假设都是A 之前咱们不是AIG A11A22A33 它们可以是不同的值 咱们只要全让它换成一样的值 假设都换成A 它就是数量矩阵 数量矩阵 咱们可以看出 它就等于AB的单位矩阵 那我同样 如果A就等于1的话 我让A就等于1的话 那是不是就更happy了 是不是就是单位矩阵了 咱们再看下一个 就是刚才我提到了 说那个对角矩阵 它满足一个交换率 也就是说 假设K和A 它们都是对角 这不是交换率的 就是说 更happy的一个性质 就是说 如果K是一个对角矩阵的话 那么K和一个A相乘 和一个矩阵A相乘 它就等于A 乘以这个矩阵K 同样的 我还可以写成 它就等于K倍的A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K啊 换成一个实数 就相当于 给A的每个元素 分别作用一个K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咱们 要想证明它 我不让大家证明它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咱们想证明它的话 咱们可以把K乘以A A乘以K 以及小K乘以A 咱们的结果都写出来 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咱们接下来讲 另外一个矩阵 就是单位矩阵 单位矩阵 咱们上集合已经提到了 特别happy的一个矩阵 就相当于 如果是 就相当于咱们乘法运算 自然数乘法运算 或者实数乘法运算成的1 所有的单位矩阵 单位矩阵E 和任一个矩阵相乘 都等于它自身 就这样 很happy的一个矩阵 单位矩阵也满足一些 另外的一些性质 就是上集合可能已经提到了 我带大家只是回顾一下 就是E乘以A 它是等于A的 也等于A乘以E的 它们这个是不是跟对角矩阵 如出一指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除了这个矩阵之外 咱们举一个 稍微特殊性 没那么强的矩阵 但是它有很多 很优良的性质 都是为了咱们以后 继续学习打基础的 这个就是上三角矩阵 上三角矩阵的意思 就是说 我这个对角线 我这个对角线 之上的所有元素 都可以是非零的 但是我下面的这些元素 全部都必须是零 这就是上三角矩阵 有了上三角矩阵的概念 大家可能就想 下三角矩阵是什么样的呢 下三角矩阵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就是这样的 可能也很容易想象 就是只有我的下半部分 它是一个非零元素 上半部分它必须是零元素 这样的一个矩阵叫做上三角矩阵 上下三角矩阵 就是这个矩阵 它就是一个上三角矩阵 上三角矩阵 我给它做一个 我给它做一个转置的运算 大家想一下是什么 是什么矩阵 是不是就下三角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形式化的定义 就是假设A为一个上三角矩阵 那 它的 所有的元素 只要满足I是大于G的 I大于G就说明它是在它的下半部分 然后它都是零的 那就是一个上三角矩阵 下三角矩阵 同样的概念 下面给出的是对称矩阵 对称矩阵说的是什么呀 说的是 A R G 必须等于A J R 是什么 怎么回事啊 就是这么回事 就个简单的例子 咱们一般都是拿三位的矩阵举例子 一二三 然后这写成四五 这个地方写个六吧 那我要满足对称矩阵 我必须满足A R G 就等于A J 也就是说 A11它肯定就等于A1了 A2也等于A2是4 A33 怎么变也都是A33 那就是关键就这 A21它必须等于A12 也就是必须 这个元素必须是2 然后3的话 这是A 这就是小A31 那必须等于小A13 也就是3 然后这的5 小A32 它必须等于小A23 也就是这必须是5 所以这个矩阵就出来了 这个矩阵它就是一个对称矩阵 除了对称矩阵的概念之外 咱们也有一个反对称矩阵 说的是什么呀 如果方阵它满足AIG等于负的AGR 则称为反对称矩阵 咱们同样 咱们同样拿咱们刚才这个例子举例 如果咱们A是反对称矩阵的话 那这个位置 那就不能是2了 是吧 得是-2 这个位置也不能是5了 得是-5 这个得是-3 所以就这样的 那同学们可能问了 你这个对角怎么办呀 对角没办法 只能让它们全为0 所以反对称矩阵 它的对角位置的元素 全是0 我知道得改一下 这是0 0 0 只有0的相反说 它等于它自身吗 咱们给出一些比较好的性质 如果A为对称矩阵 咱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转质 A的转质就等于A 是吧 如果A为反对称矩阵 那么 A的转质就等于-A 如果 A等于反对称矩阵 比如我刚才说的 它的对角位置的元素 就必须得是0 如果AB为同阶对称反对称矩阵 那么我们的这些运算 就是它的数乘运算 它的加法运算 也是反对称矩阵 但是A乘以B 未必是反对称矩阵 咱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它就是一个对称矩阵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对称矩阵 但是它们俩相乘 并不是对称矩阵 咱们再来看第四个性质 任意N阶方阵均可表示为一个对称矩阵 与一个反对称矩阵之和 其中这一块就是对称的 这一块是反对称的 这是一个比较好玩 比较有意思的 咱们这个式子 咱们直接就把它合起来 咱们也可以看到 然后具体这儿 为什么是对称的 这儿为什么是反对称的 大家一眼能看得出来 我就不再跟大家继续啰嗦了 咱们再看下一个性质 对任意的矩阵A A的转制乘以A 与A乘以A的转制 它均为对称矩阵 咱们这些概念 我就给大家过一下 就是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的话 它的证明就是因为 这个转制运算 它满足一个性质 就是交换率 就是说我要把这个转制 写出来的时候 我必须先写G 也就是说先写A 它的一个T的运算 然后再写AT 它的一个T的运算 就是这样是吧 然后你看AT 咱们不用管了 咱反正展不开 AT再转制 A转制再转制 那是不是就是A的自身了 所以就满足一个这样的性质 所以对任意矩阵A 它的转制 乘以它自身 与它自身乘以它转制 它都是对称矩阵 好 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几个 就是 几个也是特殊的矩阵吧 就是说 如果对一个方阵来说 它的平方等于它自身的话 这个矩阵就是密等矩阵 如果 如果A为密等矩阵 那么我对于任一个正整数M的话 那A的M次密 它都等于A 很容易想象是吧 我 假设我是A的四次密 我总可以写成A的二次密 总可以写成A的二次密 再乘以A 再乘以A的形式 那我这是它A是吧 那我再乘以A再乘以A 这不消掉一个A了吗 我继续往下乘 是不是又消掉了 那我继续往下乘 是不是只剩A了 所以这就是密等矩阵的一个性质 下面是密腰矩阵 密腰矩阵是说 如果A为方阵 那A它的转值 它的A和A相乘 它就等于一个单位矩阵 这样的一个矩阵 就是密腰矩阵 同样的还有密零矩阵 密零矩阵说的是什么呀 说的是如果A为方阵 如果满足存在正整数M K 使得A它的K-1次密 不等于零 但是A的K次密等于零 我们就称为这个A为密零矩阵 密零矩阵说的就是说 我 我好多A相乘 我乘到这儿的时候 它还是 它还是非零的呢 但是我多乘一个 坏了 它就是零了 这样的一个矩阵 它就是一个密零矩阵 但是你大家想 我直接零矩阵 全部都是零的这样一个矩阵 它是密零矩阵 它显然不是 因为它 我更 因为它没成呢 它就已经是 一个零矩阵了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块 就是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需要验证一下 A和B 它都是密等矩阵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密等矩阵说的是 A的M次密 还等于A自身 那咱们只需要验证 A的二次密 还是等于A就可以了 A的二次密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等于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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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咱们自己乘一下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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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不是等于 这一行 和这一列相乘 上一课咱们学的矩阵证 没忘吧 这一列和这一列相乘 那就是1是吧 这一行和这一列 对应相乘 那就是0是吧 我就不比划了 我直接写答案了 0 那这就是 0 00 这就是001 是不是啊 A的二次密 是不是就等于A啊 然后同样的B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运算 去验证一下 同样的对于B来说 我们也可以验证 B的二次密 就等于B 所以A和B 它们都是一个密能矩阵 咱们看一下咱们怎么验证的 就这么验证了 结果就出来了 好 这节课哈 我们时间也到 也差不多了 本来原计划是要给大家继续讲 继续往下讲的 就继续讲特征值分解和奇迹值分解的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来不及了 我会把这个资料也分享给大家 另外的话就是 我欠大家好的东西 我觉得我欠大家 就特征值分解和奇迹值分解 我没讲完 这一块欠大家的哈 我会把这个PPT 然后这个 这个slides 与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 柯西斯 柯西斯瓦兹不等事 我没有给大家证明 然后这个柯西斯瓦兹不等事 我也会给大家分享给大家 因为讲了一天课了 讲了一晚上的课了 就是舌头打结了 所以刚才说话有点绕 然后这个证明过程 我会给大家分享给大家 然后另外哈 大家的要求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布置一点作业哈 然后我要给大家留一点课下作业 然后之后也会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在群里面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问一下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留几分钟 在线答疑的时间 咱们有问题 尽快在群里问一下 截止到九点 截止到九点零五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这节课就happy的下课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将继续给大家答疑 好 时间倒计时开始 九点零五分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会给大家答疑 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下课了 有同学说特征值分解的讲 不讲根本看不懂 那这样吧 那下节课的时候 咱们下节课原定讲概率和信息论 然后我会在下节课的时候 把特征值分解给大家讲一下 特征值分解 咱们可能大约的需要 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去讲着 所以咱们今天就不讲了 然后下节课的时候 我会把特征值分解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包括其一值分解 下节课把特征值和其一值分解给大家讲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会把特征值分解给大家看 我现在在时刻关注了咱们的群 有人问作业通过微信群布置吗 作业的话 我稍后会先发给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 然后之后的话 他会把作业告诉大家 大约是明天会发 有人问AE A乘以E A为实数 E为单位振 为什么结果每个元素都乘以A 是啊 每个元素都乘以A 每个元素都乘以A 单位振每个元素相乘的话 那是不是还是零啊 所以没有影响 所以是没有影响的哈 趁热大家作业问题还没有提上来的这会儿 我给大家说一件事情哈 其实很happy的咱们的这个机器学习团队又迎来了一位新的老师 他也在咱们的微信群里 然后我会at一下他 我先at一下咱们这位新老师 这位新老师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 之后的话 机器学习的课程中他会给大家讲 讲很多 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课程的授课中 爱得一下咱们的新老师 新加入的老师 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调整呢 因为我考虑着因为我自身是一个博士 可能理论上弄的比较多 但是具体到大家因为我上次听大家的返回 大家来学咱们机器学习课程 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进修 另一部分人可能也是为了就业找工作 所以我们先加入来一个新的老师 他可能在机器学习算法或者说 因为他在公司里面 因为他是公司里面的就是在公司里面 所以他对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实战 或者说是具体到大家以后的面试啊 或者大家以后的就业啊 可能会比较有帮助 我继续看到又有问题了 说之前行列式是其中一行乘以系数 对 行列式是其中一行乘以系数 举阵的话 举阵的话是AE 它是等于A的每一个元素 E的每一个元素都乘以A 但是我们的行列式的话 行列式的话 它如果乘以一个E的话 它是每一行乘以 也就是说AE 它乘以A乘以一个E 它的行列式并不等于A乘以E 它们的行列式 可能我没有太 干得到这个同学的点 我觉得有问题的话 这位同学叫周波波151 你可以课后的时候继续再问我 然后我们交流一下 我可能刚才回答问题的时候 没有干得到 你到底说了哪一块的内容 咱们可以继续交流 有同学说都是方正的计算 不是方正怎么办 不是方正的话 咱们也是有很多解决办法的 就比如说 咱们讲方正的话 只是因为方正的一个特殊性 然后之后继续深化的话 咱们可能就咱们就不再是方正了 因为之前我给大家定义 可以看得到 A乘以B 咱们这个最基础的运算 它并不是要求是方正 只要满足A是N乘以M接的 B必须是M乘以K接的 就可以了 这个A和M和M乘以K 并不一定是一样的 它不是方正的时候 它们也是可以运算的 而且不是方正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办法 把它通过这种 A乘以A的转质 这种运算 把它变成一个方正 同学说 好 我看着大家也没有 没有更多的内容了 咱们这节课的直播就结束了 然后有问题的同学 欢迎咱们线下交流 明天我会把咱们的作业 和咱们确实的这一部分 把这些资料分享给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参与 咱们下周再见